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 就当是我偷的吧 无穷 难道你 我 我说了不是我 无穷 你脑子里到底想什么呢 我在想 地契是在家里被偷的 也是在家里找到的 那偷东西的人 也会是家里的人 所以我想 那就更好查了 家里上上下下 一共没几个人啊 话不能这么说 顺娘 既然地契一张也没少 那何必搞得家里人心惶惶的 可是 如果不揪出那个偷地契的人 你就要背黑锅呀 我无所谓啊 反正日久见人心 只要 只要你相信我 就醒了 无穷 我相信你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无穷啊 你以后还是不要出去叫卖了 水云 每天都很担心你 连我看了都于心不忍 算了 没关系的 只要你喜欢 我尊重你的决定 沈云啊 你相信无穷的话 哎呀 沈沈啊 她那是狡辩 都已经人赃俱祸了 好了 别扎嘴 会议 如果乌秋会偷地契 那他就不会拒绝我出钱给他开杂货铺了 做这件事情的 一定另有其人 这怎么可能呢 陈家这么多年 就没丢过东西 再说了 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除了乌秋 还能有谁啊 福财啊 你怎么就一口咬定是孤业呢 当然了 这太明显了 因为地契就在他袋子里找到的 这可是大家都亲眼看见的 也许是有人栽赃嫁祸呢 谁啊 谁会这么做 你说呢 我 我说 这事关我什么事啊 既然大家都说不知道 而且乌秋又说不是他 爹啊 咱们还是请警察来一趟吧 找警察来处理 我看这倒是个办法 如果不是乌秋拿的 那去查查 是谁做的吧 慧一 不用查了 是乌秋的意思 既然乌秋是冤枉的 为什么不查呢 乌秋怕查了 会闹得家里人心慌慌 他宁愿一个人承受委屈 也不想家里不得安宁 这也有道理 姑爷啊 真是厚道啊 好了 既然顺盈说不提 这事就到此为止 不过顺盈 我还得提醒你 慧一 我相信我的选择 我相信乌秋 乌秋 你在做什么 哦 我不再出门叫卖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都已经相信你了吗 慧一信了吗 他一直觉得 我配不上你 可是 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都应该照顾你一辈子的 胭脂说的有道理 做丈夫的 不可以让妻子担惊受怕 所以我决定 不再出门叫卖了 我不可以这么自私地 只想到自己 自由自在地去叫卖 而忽略你的感受 舍娘 你不开心 我好心疼啊 回去按时吃药就行了 没事的 你放心 谢谢莱医生 娘 你怎么来了 哪里不舒服吗 这里不舒服 娘 很好啊 没事 好什么呀 我都快闷死了 娘 你又怎么了 我得了 想媳妇症 头昏 心慌 死之无力 吃不下睡不着 行了 行了 娘 你不要老逼我 好不好 不逼你 不逼你 你就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啊 娘 现在诊所才开张 还有很多事情 过段时间再说好不好 不好 俗话说 成家立业 那就是先成家再立业 你现在已经闭了业了 还不给我成家 你是要气死我 急死我是不是 娘 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 要讲缘分的 这回娘可提醒你啊 无论女方家怎么都好 可千万别再给我找个段长的 娘 好好 我不提她 不提她 不过你要答应我 尽快给我娶个媳妇回来 好好好 好 好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乖儿子 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啊 好 怎么了 娘跟你提了好几回的那个张小姐 还记得吧 我今天晚上把她约到家里来吃饭 让你们认识认识啊 你看看 娘 你又来了 你到底要给我相多少次亲呢 又不听话了 是不是 好好好 我听 我都听 哎呀 娘 你先回去吧 啊 好了 我走了 别忘了 晚上早点回家啊 好好好 好 娘 您慢点啊 记得 晚上回来吃饭啊 我知道了 娘 护士小姐 下一位 好的 胭脂小姐 就在那儿 谢谢啊 蓝甘虹 真的是你啊 小刘说你找我 我还有点不相信呢 胭脂小姐 我心里真的很烦 你能不能陪我走走 嗯 你既然 答应了回去相亲 现在也该回去了 不然 伯母会怪你的 怪就怪吧 一下逼我退婚 一下逼我结婚 我都快被她烦死了 你娘既然那么喜欢张小姐 这个张小姐 一定有她的可取之处 也许你该见见她 我娘啊 还不是就信那套 什么八子鹅 有福相 多子多孙 什么观念 但是 也不能因为这样 你就先排斥张小姐啊 说不定你见了她 会喜欢她呢 当初我娘同意我跟顺英定亲 也是因为她认为 我俩的八字和 条件好 结果一个断掌 就什么都不算数了 和什么八字 这迷信啊 真是害死人 你说的没错 这迷信啊 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人 断送了多少家 真是让不得 吴秋虽然没念过什么书 可是 她都有这般见地 丝毫不迷信 我一个留学回来的衣裳 倒还不如她 真是惭愧啊 所以 她有福气 娶到顺英 顺英已经结婚了 你何不听你娘的话 回去相亲 说不定 又是一段好姻缘呢 曾经沧海 南北水 胭脂 你怎么了 我 没什么 反正我今天来 就是来替你涂苦水的 对不起 我心里状态多 苦闷极了 就是想找一个人 好好聊聊 可在这镇上 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 我很高兴 你能把我当成一个 可以谈心事的好朋友 如果你下次 还想找人说话解闷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真的吗 能够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真的很幸运 賴家丛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说吧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就没有别人 比得上顺英吗 客观来说 也许有 但是以我的主观来说 很难 也许顺英是第一个 让我心动的女人吧 那你为什么不敞开心胸 是这样自己第二次动心呢 颜值 我不知道自己 还会不会有第二次 你不试试又怎么知道 你就这样封闭自己的感情 这样不仅对自己残忍 对别人 对喜欢你的人更残忍 颜值 你说喜欢我的人 是指 任何人都有可能啊 任何人 比如说呢 就像是 就像是你娘 替你介绍的那位张小姐啊 张小姐 张小姐 可能吗 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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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你怎么了 胭脂 胭脂 这项链真漂亮 丽红 你这是何苦呢 你就是喝死了 乌秋也不会知道的 来来来 喝杯茶 快 来 丽红 丽红 你看 这么多礼物 都是林老板送来的 老人他想干嘛 丽红 今天 林老板正式向我提出来 要你做他的 第四房仪太太 看看 这全都是他送来的 老板 老板 金老板 是 老板 尝尝旺 药 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耽误自己一辈子 感谢观看 我睡过头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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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睡得这么死啊 真是的 这下糟了 吴秋 吴秋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做生意啊 你做什么生意啊 对啊 我忘记了 你啊 时间还早 你再去睡一会儿吧 我 我不睡了 我习惯早起 睡多了的话 我会头疼的 好了 随便你 我去给你准备洗点水 嗯 快嘉雲 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一个杂货郎 童所无欺走四方 满带铜钱响叮当 响叮当 悟秋 什么 你呀 我说你就不能过一过清闲的日子 我 我都叫卖惯了嘛 突然之间闲下来什么都不做 我真的 真不知道做什么好 就觉得 就觉得全身都不对劲 你呀 我看你站在屋里闷着 肯定会闷出病来的 不如出去走走吧 好啊 伯爷早 早 小峰给我吧我来帮忙 不行的伯爷这是我们下人做的事情 什么上人下人的给我吧我来帮忙 不行你别害我挨骂了 小峰 小六 小六 我来帮你扫地 你休息一下 不不不 这怎么行啊 姑爷 不行 快给我 你带一边去 姑爷 当我是姑爷的话 就听我的啊 姑爷 对了 不行啊 姑爷 我是一个杂货狼 姑爷 从走无期走四方 满带铜钱想叮当 会议早 福财少爷早 姑爷 这看不出来啊 你怎么跟个吓人似的在这扫地啊 小六 好大的胆子 拿着贬单压着姑爷扫地啊 夫人 会议啊 您别怪他 是我抢着要扫地的 跟小六无关的 小六 这我得说说你啊 姑爷要扫地 你就能让他扫地啊 这要让人看见了 成何体统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婶婶欺负他 拿他当下人使我呢 没这么严重吧 扫个地而已 陈家自有陈家的规矩 不该你做的 什么也别做 不该你拿的 一根针你也别拿 听见了吧 你要懂得享福啊 你来陈家不就是为了享福吗 姑爷 拜托您下次别再跟我抢了 否则我迟早会丢饭碗的 你来陈家 爹 爹确实难为了吴秋 有些人呢 他就是闲不住 何况吴秋又跑惯了江湖 一下让他闲下来 也确实太难为他了 这我能理解 可偏偏会宜又是个一切都要按照规矩来办的人 家里的事情一件都不让吴秋插手 总不能让他去管账吧 否则我爹啊 可就失业了 哎呀 丫头 我看不如这样 吴秋过去不是卖杂货的吗 不妨我们陈家也开他件杂货铺子 让吴秋来管理 这样一来吴秋有事做了 二来你会议也不会觉得他无所事事 这可是一举两得呀 真的 真的是个好主意啊 十婴 你不是一直希望吴秋开个杂货铺吗 嗯 我是想过 可是吴秋他 好 好吧 那吴秋那边我去劝 马叔叔 会宜那边就麻烦您帮忙说了好不好 哎 不行 不行 这事啊 还必须你去说 我一个做总管的只能出主意不能做主张 虽然你们跟我不分这个 但是我自己还必须要谨守这个分寸 哎 我看不如这样 你去找你会议术 我在后面帮衬你一下 你看怎么样 这水租还有几家没收起啊 三家 全路前阵子干活摔伤了 他现在生活都成问题 还有两家 就是树肠和石头 两家都有病人 这水租啊 我看他们是真的拿不出来了 我们就先给他们垫是吧 东家屯水源区那块地早就让赖家给满下来了 那种厉害的人家 我们最好一天也不要拖欠他们 行 你就放心吧 我会尽快处理 要是镇山有其他的水源就好了 我们就不用再跟赖家打交道了 想到退婚的事 我到现在还一肚子气呢 沈善 这又没什么跑腿费 我看我们完全可以推掉这带收水租的事 让镇上的老百姓轮流去收 然后送给赖家不就完了吗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我们陈家帮忙收的 而且全镇的人都相信我们 现在突然间收不收 怎么说得过去啊 说得也是 我看就全当是帮镇上的乡亲们 做点好事情 也就别计较了 时间不早了 我这就去赖家 去吧 马叔叔 您要出去啊 您能不能等等 上次跟您说的事 我想找惠仪商量一下 好 去吧 惠仪 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什么事 我想找一间店面 开一间杂货铺 怎么会突然间想开杂货铺呢 这阵子 您也看见了 乌秋是个闲不住的人 可是他整天没事做 整个人就像要生病了似的 我想给他开间杂货铺 让他打理 免得他觉得自己是个无所事事 整天知嫌犯的人 那乌秋 他的意思怎么样 他当然愿意了 放着现场的老板 不做了 乌秋他不知道 我还没跟他说呢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想先跟惠仪宁商量以后 再告诉他 沈灵兄 你看 我看 不妨先试一试 陈家虽然有些产业 但是如果能另开辟一个裁员 也是件好事 况且 这件事又是孤业亲自主持 说不定 能有另外一番光景 可是乌秋 他行吗 铺子开起来了 乌秋自然就会担当起责任的 也好 让他当当老板 看看他能不能脱胎换骨 像个孤业的样子 沈沈 您真要给他开间铺子 您可别忘了 他连地气都敢偷 到时候 您都没地方 李福才 你搞清楚 到底是谁偷的地气 我 好了别吵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铺子呢 是可以交给无休打理 可这账 得要你自己管 你行吗 当然行了 这么说 惠仪您答应了 你都提出来了 我能说不行吗 太好了 谢谢惠仪 我现在立刻着手准备 马叔叔 我需要您的帮忙 那当然没问题了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啊 那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 现在可不行 现在啊 马叔叔得到赖家去一趟 石林兄 你没看顺盈都急成这个样子了 别让他等了 这水租 就交给福才去跑一趟吧 那也好 福才啊 那就辛苦你了 不行 我有事 我不出去 为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不想出去 真的 以前天一亮的时候 你就跑得无影无踪的 可是最近这一阵子 天天都能看见福才少爷 乖乖地待在家里 该不会在外面 闯什么大祸了吧 马胭脂 你可别胡说八道 我能闯什么祸 你肯定是闯祸了 福才 你不是真在外面闯祸了吧 婶婶 我能闯什么祸啊 您也是 我在家待着 您要唠叨 我出去 您还唠叨 您到底想怎么样 没事最好 你看大家都在忙着 你好意思一个人 闲着没事干 来 把水租 叫到赖家去 真行啊 我在陈家待了二十多年 从来就没想过 给我开个步 那个死的丘 就他的狗屎运好 好事都轮了他 怎么这跑腿的事 就想到我了呢 福才少爷 好久不见 雷霸大哥 我以为你这辈子 都不出门了 我哪会啊 我前一段时间病了 是是是 病了是 好点了吗 好好好 好多了 拿来 好多了 拿来 什么呀 拿来 什么 福才少爷 我看你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可是清醒得很 那天你答应用手换什么 雷霸大哥 我试过了 但是临时出了点意外 他失手了 那你今天出来是打算送上这只鸽吗 我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别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 我李福才可不是什么好惹的 我到警察去去告你们 我告你们炸赌 小子 耍心喊来了是不是 要告是不是 你告我炸赌 我就告你唆使绑架陈无秋 我跟你们说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都有份 坐牢我们都有份 你以为我是傻子会到警察去告状啊 要我告 我也得先到陈家去告 等陈家知道了 绑架新姑业的是你 签字签债的也是你 派人打陈家姑业的还是你 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再在陈家待下去 你 你 怎么样啊 你是要交出地气呢 还是想被陈家赶出去 雷大哥 雷大叔 雷大爷 我求求你们两位了 我都干过一次了 真失手了 这第二次再去太难了 那简单啊 还钱呢 难来 难来 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 多钱啊 这是我审人给我的水族费 小子 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 还是这个声音最好听啊 忍耐点吧 让你们出来透透气 不然呢 都要发霉了 你们应该要晒太阳了 不过 白天把你们拿出来 让护仪看见了 我肯定又会挨骂了 所以呢 就委屈你们了 扁蛋兄弟啊 好久没出去了 天天闷在家里 很难过吧 可是没办法 我妻子不肯让我出去叫卖 忍耐一点吧 其实顺娘也是为了我们好 要我们想想轻浮 你们可不要不识好歹啊 乌秋 顺娘 我 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吹吹风而已 我没有想要再出去叫卖 真的 以后啊 你的这些货 就不用闷在担子里面发霉了 啊 你是让我再出去叫卖啊 不是 我是说 以后你的这些货 就可以放在我们杂货铺的货架上了 我们的杂货铺 可是我的钱还没有存够啊 吴秋 对不起 我已经先筹备好了杂货铺 只等选一个好日子就可以开张了 这 哎呀 你生气了 嗯 吴秋 我开这个杂货铺 表面上看是为了你 其实 是为了我自己 哎 你为什么这么说 段掌客夫的迷信 一直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我们已经结了婚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看哪一天你倒了霉 好应验了段掌客夫这句话 那就让他们等呗 反正他们永远都等不到那一天的 对 他们是等不到那一天 可是这样还不够 我要让他们看到 你不但健健康康的 而且 你的事业会越做越好 蒸蒸日上 对 我一定要做点成绩出来 让他们以后再不敢说半句闲话 对啊 这样段掌客夫的迷信就不攻自破了 嗯 所以 为了破除这个迷信 你说 我该不该开这间杂货铺呢 该 该啊 我以前 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呢 吴秋 你会为了我 好好地经营这间杂货铺吗 会啊 我一定会好好地努力 做点成绩出来 给所有的人看 我要让所有人全都羡慕你 不过 我想还是算了吧 免得慧姨又误会我 是贪图陈家的钱 你放心吧 这 这其实是慧姨提的 是她提出要开这间杂货铺的 真的 真的 慧姨说 既然你有做生意的头脑 就不应该被埋没了 慧姨对我太好了 不行 我要去谢谢她 吴秋 吴秋 我看 这个月的账目 比上个月的账目 要 慧姨 谢谢您 非常谢谢您 谢了什么 慧姨 我就谢谢您 给她开了间杂货铺的事 谢我 是啊 她特别感激您对她的厚爱 所以 特意过来谢谢她 既然你这在感激 那么就好好地走 不要公负 大家对你的期望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很努力的 谢谢慧姨 谢谢慧姨 我那批货还在后院里 我要赶紧收起来 要不然弄坏了以后 铺子里卖什么好呢 就你 那两大货 好 你快去收吧 我先下去了 慧姨 谢谢您 慧姨 谢谢您 我知道 您最疼我了 希望她不要辜负 你的一片苦心 您放心吧 我相信我的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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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4 9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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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知道客人来不来 你少在这冷言冷语 铺子生意不好 你很高兴是不是 关你屁事 你烦不烦 至少人家无求肯做 你呢 就知道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 王言之 你少来教训我 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是谁 我审慎心疼你 你真把自己当成大小姐了 我告诉你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你又以为你是谁 猪长大了还能卖钱呢 狗咬久了还能开门呢 你呢 猪狗都不如 马言之 够了够了 你们两个就别吵了 再这么吵哪有客人上门呢 春莹 你不是没听见啊 他骂我连猪狗都不如 你还真拿自己跟猪狗比啊 有人啊 把自己比喻成猪啊狗啊 不才啊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吵闹闹了 我两个就爱斗嘴 这边坐 爹 您快坐 坐 我给您倒杯茶 铺子生意好像不太好 婶婶 岂止是不好啊 那是相当的不好 我跟您说 糟糕透了 我看了一下 这铺子开张十多天了 来的客人呢 十个手指头都能输过来 我看啊 这个铺子还是早点关门算了 别胡说 铺子才刚开张 竟说不吉利的话 爸 我想生意不好 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开了一间杂货铺 等日子久了 自然就会有客人上门了 那还要等多久 我看不如这样 与其被动地等客人上门 不如主动地出去找客人 爹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呀 我们不妨到大街小巷去贴贴条子 做做宣传 你们看呢 爹说得对 与其我们在这等客人 还不如出去招揽客人 沈樱 会议啊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 我一定把大街小巷都切满我们铺子的纸条 那就拜托你了 现在就去 这丫头 福财啊 你也去帮帮忙 我 我还 我还就 福财 好好好 应该 应该的 我应该去帮忙 请各位乡亲同胞 响应捐助 有钱的出钱 有点 停车 起张 好 那边出什么事了 好心有好抱啊 谢谢 谢谢 请各位乡亲同胞 响应捐助 小姐 华北水灾 他们在响应捐助 我老家有水灾 谢谢 谢谢 我只有这些了 你拿去捐了吧 老心有好抱 小姐 这是你刚刚出局赚的新口 걍 去吧 各位乡亲同胞 响应捐助啊 有钱的出钱 走吧 进去看看吧 什么东西都有 来 谢谢啊 给您 谢谢谢谢 来啊 快来看啊 人家都快变成一春院了 接上拉客咯 李福财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啊 我告诉你啊 你再说 再说 再说打 福财 你干什么呀 我 叫你来帮忙 你来胡闹 不想帮忙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还有事呢 福财 你 讨厌 这孩子 好了 惠仪 我跟乌求还忙得过来 再说还有胭脂在帮我们呢 您就回去休息吧 嗯 许英 辛苦你们了 路上小心啊 不着急 慢慢烦 再见 惠仪 惠仪慢走啊 再见 爹 铺子的声音如果一直不好 那该怎么办呢 不会的 等宣传做够了会好起来的 我都不知道 答应顺雲开铺子是对还是错 哎呀 你看你啊 上午刚中的树 下午就想成两了 我太急了点 或许过些日子 铺子的生意就会好了 是啊 你就别操心了 客人这么少 这可怎么办啊 这是梦秋第一次开铺子啊 小姐 现在生意怎么样 都跟你没关系了 梦秋 喝杯茶 aggress你了 所以呢 你 我 你 臭 啊 快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